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藤武去哪裡了? 無風帶唯一線索 就開始有分析 會想到這個主題的開端是 尾田特別給我們一個線索 那就是藤武他們在與海王類戰鬥 如果尾田只是想讓藤武講講話 為啥旁邊要有海王類? 這裡可以推測的就是 尾田想要告訴我們他們在無風帶 因為海王類是無風帶特有的 無風帶一開始猜想是推進城女兒島 因為無風帶只有這兩個島嶼 當然還有路斯卡依娜 但那不太可能 但是我們知道 克比要去抓捕蛇姬 而薩波去推進城也不可能 因為薩波逃跑了 那藤武到底要去哪裡? 我一開始原本要給的答案是 抓捕雲眼 或者是白虎之惡事 但是這兩個人通通都在新世界 與尾田給我們的唯一暗示 無風帶不符合 目前線索只有藤武從聖地瑪莉橋下來 到了無風帶 那麼最有可能的答案就是 女兒島推進城 這兩個還是不能排除 再來就是四個海域 西海、東海、北海、南海 藤武去了哪裡? 目前比較明確的就是 去到女兒島資源克比 第一女兒島 或者是去推進城找某某人 有沒有可能是去找邁哲倫 或者是其他囚犯 第二推進城 再來就是其他海域的某個地方 這太廣了沒有明確的目標 第三某個海域 某個海域的可能性也很高 目前沒有想到比較明確的 大家如果有想法也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 或者是藤武根本沒有來到無風帶 那就不知道藍原為什麼會有海王類 又或者維田根本沒有要公布藤武去哪裡的 他在重要的時候就會出現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